有沒有任何單位或個人 可以跟中華電信來購買 這幾場集會就顯得大數據資料 報告委員沒有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日前說透過手機訊號電位 分析輕鳥行動群眾引發爭議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國民黨招委三號安排NCC 述法部中華電信等來報告 要問出王毅川資料哪來的 三大電信並沒有提供 王毅川先生任何的資料 王毅川先生這樣講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跟外界要說明清楚 NCC調查後三大電信業者 都沒有提供任何資料給王毅川 但藍銀查王毅川報告還取名 國家機器侵犯人民權益 似乎已經提前訂調 暗指政府資料外洩 從哪裡拿到那些相關的資料 那我才有利於調查說 是不是政府內部有人洩密嗎 國民黨放話 國會擴權法案實施後 就要調查王毅川 雖然王毅川是民進黨一級主管 卻沒有公職 身分是一般平民 藍白修法前還說 國會調查權不會隨便約循一般人民 國會特徵組已經淋架了 司法權調查權之上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像王毅川一樣 隨時被調到立法院來做調查 另外立法院調查對象 是公務機關與公職人員 王毅川頂多是證人 立委之一在立院調查之前 應該說明調查主題是什麼 是哪個公務機關洩密 事情持續釐清 但藍營要約談的說法 引發熱議